与球式竞赛 错失从小戴手中枪下手局张贝文 训练时间不足 戴姿影金以21点19分 21点14分之洛尔获胜 赛后对手张贝文坦言 其实有机会从小戴手中拿下第一局 但关键分没把握 因为训练时间不足 手局双方已来窝网 战况失分失分焦住 张贝文一度靠住劈腿每季就球逼至19平 然而最后关键时刻却因失误连掉2分 拱手让出手局 赛后张贝文表示 很多时候放不开 有时候又想太多 所以就失误很多 特别是在后场都打不准 有一点紧张 谈到第一局的战况 张贝文坦言的确是有机会拿下 是的 第一局有机会 但在关键分没把握住 也不是说松懈下来 因为训练时间不足 好像有时候几中就没了 不过 张贝文否认是因为体能不高 是因为训练时间很短 有时候练了一小时就不练了 有的时候是一个多小时 有时候大概就50分钟 虽然张贝文今年是锦赛之驴之步16强 但与戴姿影奋战的过程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也给出整面评价 一字马皮腿太厉害 已经打得很好 现在能营销带的真的不多了 继续加油